继续我们来介绍冰屋旅馆第三段的内容 他说 You can live in this dreamland for a few days 他说你可以住在这个dream是梦 这个land是土地 所以dreamland老师又补充了梦幻之地 因为你没有这个想到会在冰屋里面 吃饭看电影还有洗澡 他后面又加一个补充内容了 住在梦幻之地 当然要讲住几天 for a few days for a few days就是几天的意思 十五天三四天 并且and的连接词 后面又接另外一句了 主词动词都相同 You can live in 后面也是一样 You can enjoy 然后呢 住在那边好几天 然后享受一下 在enjoy 享受 many 很多 special experiences 特殊的一个经验 在冰桌上吃饭 在这个冰箱 大冰箱里面洗澡 你是没有这样经验的 所以这个经验是非常特殊的经验 那么在哪里的特殊经验呢 in the snow 在雪地中的一个特殊经验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英文写作都是先写主要的一个句子内容 写完之后不清楚就添加片语 然后后面又再先写主词动词写完了 写完之后不清楚又再加片语 这个阅读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好 继续我们再来看 又来了 it 又后面有一个to 不定词to 所以这个叫形式的主词 这个叫真正的主词 老师讲过 先从真主词先翻 to tell you about everything here at the nurse hotel 再来调前面去 it's not easy 好 要告诉你 tell人about是告诉人有关于什么的事情 我们就tell人about的事情 要告诉你有关于在冰屋旅馆这里的一切一切 Aleason就一切一切 好 调回前面去翻吧 it's not easy 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 冰屋旅馆实在是太神奇了 有太多太多很新鲜的事情 等你来住 等你来发掘 这样子 所以要把冰屋里面一切的一切要讲得很清楚 那是很不容易的 分号 分号 老师有提过 分号就等于是一个end的作用 所以有了分号我们就不需要加连接词了 所以前面一句后面一句 你看都没有连接词 就用分号来代替了 你必须要怎样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冰屋里面的一切的好一切的美好一切的梦幻的这个资理呢 实在不容易啊 你必须要怎样 后面只要一句作者提出他的看法了 pick now 开始打包吧 打包行李就叫pick now 打包行李吧 and 并且 get ready to get ready出去 准备好 be cool cool cool他用大写就表示要加强的意思 就是来这个清凉一下吧 好 来冷冻一下看看什么感觉 好 酷很棒的一个之旅 好 梦幻之旅 那么他前面讲说 很难告诉你一切 那个北方旅馆的这个优点 你必须要如何 好 我们现在来选答案吧 第一个 think about it carefully think about是什么意思啊 要想想 好 这个it carefully 要很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好 think about it 就思考 这个事情 好 你要必须仔细的去思考哦 第二个 come to see it 这个it就是指 前面 好 冰屋 雨管的那些情境 come to see it 你来亲自来看 for yourself for yourself 就亲自的意思 为你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冰屋旅馆 那么字面上是这样翻译 我们中文的了解就是要 你要亲自来看一遍 好 你才会知道 了解里面的情境 我用讲 值得是很难讲 好 第三个是check out check out是什么 要这个先 看一看 查验一下 好 要查一查资料 就叫check out 查什么的资料啊 查什么的讯息啊 the weather 天气的讯息 首先你要去查看看 这个天气是如何 好 第四个 way and see way and see 就是你 这个 等着瞧吧 英文 我们就way and see 等着瞧 what will happen 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这些片语 其实都蛮不错的 你看像think about it 好 要好好思考一下 另外有一个 老师要补充的 这个check out是 查 这个查验 检验 还有一个 我们住进旅馆呢 常常会用check in 好 住进旅馆 就是check in 那么 副站 离开旅馆 我们就用check out 这个老师 做一个额外的补充 所以按照我们的内容 应该要选的答案是 那么 二 你要亲自来看一遍 你才会知道 好 这个 对方旅馆的梦幻之地 是什么情况 所以他就讲 最后我讲说 开始打包吧 然后呢 准备清凉一下吧 OK 这个就是第三段的结构分析 对方的结构